可是主要知道 如果没有下面这四个字 能不能完成极乐世界呢 不能 为什么 它是小城 西方极乐世界 小城中不散 那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老阿公老太婆 念佛往生锐向西游 那他没有为人言书啊 那他怎么能往生呢 我们要晓得 他是没有语言 为人言书 我们今天讲的是 他不具这个条件 他不是没有心愿 他有心愿 他没有这个条件 他能往生 有这个条件 没有这个心愿 不能往生 每一个往生的人 都是大成心 都是大菩提心 大菩提心 念念要帮助一切众生 虽然不能给人讲经说法 遇到人都劝他念阿弥陀佛 这就行了 不可以说 遇到人理都不理 我自己念阿弥陀佛 不管他 我到极乐世界去 他们就堕落 这个人不能往生 逢人都劝 念阿弥陀佛 这个人就是菩萨 能够把念佛的道理 方法 讲清楚 讲明白 那就更好 更殊胜了 是菩提心不能不发 这个叫菩提心 帮助别人 好的榜样不能不做 别人不肯做的 我要做 绝不能为自己 儒家 离记去离里面 教导我们 安安而能切纳 这是什么 你有福报 你身也安 心也安 你的日子可以过得 很舒服 很自在 别人又痛苦 我就要学弃自己的安局 为苦难人去奔波